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凯日文 首先我们要讲到前年古人说 行有余律 必以邪闻 以悠闻 以闻而化天下 最重要一点是文字就是人类记录文明眼镜之工具 这一种白纸黑线条的书法 更是我们中华古今 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闲情益智和高尚的意思 在书法来讲 有人会问你 你字写得很棒啊 然后会讲 你这个是不是保读书书啊 所以我们一个基本的观念 书法是什么东西 书法就是读书与写字的方法 技巧 这一点很重要的 那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今天主题是凯书 那凯书在我们中国书法眼镜署里面呢 我们从古文字一直经过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 上士盘 毛宫顶这一列的大传一直到十古文小传 再经过我们汉朝的历书 很多种圆笔跟方笔 然后一直到近 这个时候前面的字形是不规则的 到汉立的时候是扁的 然后呢 到了近 王羲之啊 把这个汉立啊 没有这个沟的部分啊 多了一个T 所以产生了完整的永字八华 到了水草的时候 这些木字名 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诗乔子 木字名 诗乔子 木字名 它有一个特色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就是 九真公李全民的文章 是由水草一层啊 魏征所写的 所以跟水也有一点关系 然后水草最有名的就是一本 诗孝池 木字名 这一点影响到后面 我们唐朝很多书家 以及最有名的就是 欧阳寻 这位大书家 然后呢 我们后面 我们就将 诗孝池 木字名的特色 跟我们欧阳型的特色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较 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 这一本是这一本的前驱 那为什么 大家要注意 两个做一个很贴切的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来 人色 人色 这是一个工确的名字 人色 人海长寿 这风尚 这一种古风 那我们来看看 这边是诗孝子木字名 线条 比较细 到了欧阳寻的时候 线条比较粗一点 但是他们的书风都很接近 因为呢 这些是属于 经过写完以后用刀刻的 所以写书法的时候 在你的工具上面 要写这种东西 那需要很高的技巧 还有很完善的文黄寻宝 这一点要注意 所以两个比较 后面你会发现 它的这风 都一样 瘦也差不多 人也一样 只是线条 就是粗细的问题 所以我们粗鞋则 所有的同学要注意 这是它的全驱 我来给各位 做一个比较 那我们看看 这个台湾跟日本跟中国 这个各国书籍里面呢 对我们欧阳寻研究的 辅助的这一些书籍跟饭铁有哪一些 这就很重要了 这一点 那我们看看 第一本 就是欧阳寻辅资教材里面 我们可看到 有游书籍出版的 大众书籍 有我们的大陆书籍 大陆书店 有我们的大众书籍 这个大陆书店 还有一个大陆最新崛起的 这是最近大陆才有这些饭铁 因为受了一点影响 那日本部分呢 最有名的是同棚社 第二个才是二旋社 那么二旋社 这几次我们 这个益经里面 旋字又旋 那几次二旋 然后作为日本二旋社 出了五十本的 比较金币的 由我们国内 会红堂来代社 这一点 然后这是民间的 欧阳寻的签著本 民经也有集这些 这是民间的 这是民间的 然后民间的很用心做了这些 把签字文做极致 这是民间的 然后这个是辅助教材里面的 欧阳型的温暖拨铁 这是也很精币的一篇 这个由书法文录馆里面 虫书里面的这一点 还有我们目前大众书籍的 这个是由放大 出席者很喜欢 不要写太多字 会把自己弄分了 所以出席者就这一种放大 不过版本上面有很大的差异 等一下我们谈到悬铁的部分 再来就是我们大陆书籍做了十几侧 最完整的十几套 这个九成功已全民了 那我们由放大本跟原来本 可以做一个比较 大家看看有一点不同 因为年代从唐到现在 几千年了 会那么完整 那是造假的 还有一种叫从刻本 从刻本会比较细 因为没有经过风化作用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比较 所以我们同学也要注意 你越多资料的话 越取权的话 越用工的话 你得到的效果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最近我们来看看 大陆结起以后 他们也在印这个《书法犯碟》 因为他们看了 飞鸿堂有两岸交流以后 有那个二旋设 除了五十本 他就把这个字拿来再放大 然后用极字 用电脑极字 然后把我们很多像这个 罗素明他又极字了 把他用电脑极字 类似我们以前 这个唐代 就是极王圣教序 就是字本来就没有这些字 把它凑起来凑成一个字 所以很多字不太好看 当然这些是盯过这个电脑修饰 和产生的 一般人就是不写饭铁 直接写这个东西 各位 那你的效果大概只有六到七成 这是很有意思 然后日本 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买的这个饭铁部分里面 就是关户以后 我们拿到的一个 就是商务营书籍 台湾商务营书籍的资料 还有我们华正书籍 华正书籍早期也有很多的好铁子 还有一个叫艺文 艺术图书公司也是 这以前都是在师大 跟我们这个和平东路上面 这个后来最早期 我们因为用毛笔的关系 用这个毛笔的关系 一只毛笔叫林山玉系统 最早出饭碟的就是文林塔 最好的现状书就是 这就是文林塔 我们认识以后 谈论以后才有 徽宏堂出生了 以前是没有 那徽宏合唱取名呢 也人叫文林 文林塔 最早是林山玉系统 然后日本 日本来讲他们有现状书 最好的现状书就是铜棚舍 铜就是大家一铜 棚就是朋友的棚 铜棚舍都是现状书 而且用我们蚕丝线去做的 现状的非常漂亮 我记得四十年前一套书 八万块 四十年前就八万了 那时候买得起也没有十几个人 我买了一套 后来我转给别人 因为钱不够 转给别人 那看起来 看到书就会很高兴 书有那个书香味 还有那个非常漂亮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澳璇社 澳璇社因为跟台湾有中路 这个文化交流以后 而且跟费宏堂有打了一个 这个交流企业 所以一般就由他来转卖 然后还有华正书籍 我一些老朋友一个一个都不见 所以非常伤感 所以各位要很珍惜 这个书法 这一段是一个英年 大家很珍惜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 有一本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一般大家要注意 写字 以前王公大臣叫四字 在宫廷里面要写这个千字 千字文 那这千字文呢 极字以后呢 一个字可以变三千个字 三千个字可以变一万个字 所以这一本把文章读好 这是一般小朋友叫民间 四字必读的千字文 这个一定要读好 然后我还有一本 就是我们买这个工具以及书籍上面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小书斋 重庆南路以前 这个好像很多书籍都关门了 所以我们书风应该要再提倡一下 接下去是第五个就是写许书法的一个步骤 这一点就比较精彩 学书法的这个步骤里面 各位要注意啊 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有兴趣 那当然我们这个学员是来报名 有的报很多班对不对 这个报这个班没有报上 这跟我们考大学选系 没选上个游下面那个系 刚好选下去那个系 是他不喜欢的系 所以写书法先要有兴趣 我很喜欢这个 我来 他就有一种动力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第二个 就是他要 有这个说我来写书法的话 我一定要把它写好 这个观念要确认 第三个就是师资 那你要找到一个很好的 这个师资 那我们历代 古代里面我们一个朝代 才三大家四大家 那四一一五千万人 现在当然是十几万 那台湾呢 只有两千三百万 有那么多师法家 所以大部分 专业的没几个 就是比较属于中性业语 坚韧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各位如果好好用功 你也有机会当师法家 但是那时间不是一两天 十年一小乘 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再来还有一套 很完整的文房试法 那很多学员就说 我带一支笔就好了 那一支笔啊 我就跟我们小孩子 在骑脚踏车骑车一样 小孩骑大车危险危险 因为呢 那个墨啊 沾墨沾不多 写字啊 不会写好的 所以这个要有一套 非常完备的文房试堡 那文房试堡 我们来看看文房试堡的 这个当然文房试堡中间里面 最重要就是 线层里面 就是我们 基础 笔、墨、紫、M 这是一个基础 那我们在悬笔部分里面 这个笔啊 这个颜色白色的 有两种 一种是羊蚝 一种是兔蚝 大家注意哦 羊蚝比较软性 兔蚝是硬蚝 不一样 那一种是狼蚝 狼蚝是这种颜色咖啡色的 狼蚝 然后我们在写字中间里面呢 为了要兼容 一个比较软 一个比较硬 那两个人 就把它中和了 这叫刚柔香剂 叫煎蚝 这是煎蚝 煎蚝这字可以打开 把这个羊蚝 中间咖啡色的 放在这中间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煎蚝 那煎蚝有一个特色 写什么字笛都可以 那那笔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九神公李前民的这种字 饭铁里面这种字大概三公分左右 三公分左右用的笔啊 就是用这种笔 三到五公分 这叫寸卡 可是因为我们五六十年前 六七十年前的光复以后啊 我们因为硬体不够 所以一个小学生啊 这么小小的一个桌子 然后中间画一条线 男生坐这边 女生坐这边 然后常常会讨侃一下啦 女孩子 会叫那个 你走开一点 中间隔了一条垫板 是吧 骂他错男生啊 后来那个女生就嫁给这位错男生了 这也是一段佳话 因为太小 硬体不够 硬体不够之下里面呢 当然当年的纸张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 若阳纸柜啊 我们以前啊 要写字都说那个黄纸啊 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纸 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常常有同学用那个毛边纸啊 九宫格啊 因为比较小 所以 他说这个在国民小学里面 一开始就错误了 他说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大凯 其实这个 这是寸凯 连中凯都不如啊 这是很危险的 是因为硬体不够 那当然现在可以 这么大的一个桌子 像 我们 市立大学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 好的一个 书法教室 你们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我们要写大字 当然 这样很好 可是以前是因为很小 只要你手一展开 那个人就没有得住 就跑开了 所以是硬体不够 产生了一个产入 所以这个是大凯 那 那这一公分两公分的 这个是 一到两公分的 这是写小凯 三公分以上就是写我们这些 差不多 我们编铁的这些 大概这三到五公分 那大凯 这个 这个 这个中凯大概 五到八公分 五到八公分 这个 就可以作为 大凯了 这个大凯 大凯以上 这个大凯以上 当然这个最大的极限 可以到十公分 这一种东西可以兼我们的 写什么东西呢 写对脸 写对脸 大概十五公分的字 这一种 就是我们写绑书 我们写三十公分以上的 到四十五公分的 大概这个 还有更大的 就我们 以前看到的 这个 义鹤明 这一列的 还有我们 产场去宜兰 去爬山 上面有一个什么 虎字碑 那种大字的时候 就比这个字 差一点 那个 有一个字大概 将近八十公分 这一种更大的 这个是笔的部分 那 它的毛 我的感觉 有一种叫马毛 也不错 马毛也不错 那 那我们一般来讲 要注意 毛笔这个 黄色这个 常常掺杂什么 褚麻 这个褚麻 是属于植物 植物毛 那我们看看 我们台湾很有名的 在高山部分 有叫黄鼠狼 黄鼠狼的尾巴 一个尾巴 刚好是分成三节 最前面那节太熟了 后面那个太嫩了 中间那节是最好的材料 所以 这个毛笔又分为三等份 就跟我们中药 分为三级一样 价格都不同 所以真正好的毛笔 是中间那一段 所以黄鼠狼 一只黄鼠狼的尾巴 才可以住这个 这种笔啊 没几只 所以 为什么贵 好的笔贵 你应该给人家贵 因为 必先力气气 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物以稀为贵 这一点很重要 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到 默 我们看到这条默 这条默 叫搭模针杏松 那我们小时候用的一条默 叫古梅眼 古梅眼 古梅眼的古墨 古梅墨 那光复以后我们大概 那这一条 我所看过的 已经经过四代 这个搭模针杏松 是一个很棒的梅 现在已经绝版了 现在我去外面买 好像买了一只 给它卖几万块都找不到 这一点很重要 画画也很好 然后我们外面的有一个 铁栽翁啊 就这一类 比较硬了 容易脆掉 所以我们现在写书法人 要找到毫末条很困难 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 纸张 那我们纸张 台湾的纸张 最有名的就几个店 一个叫 长春梅子 一个叫中日梅子 一个叫台湾梅子 那这些梅子很多的场地 就是在我们的南投 埔里 然后还有我们大溪 那我们的材料 除了从早期的褚麻 我们现在也有在研究 户骨的这个纸张 我的好友 他们现在在研究这方面 那以前是我们台大 你知道我们那个 林烈书院手啊 他现在退休以后 在这方面的努力了 然后纸张里面 台湾人很聪明 不断地研究啊 用我们的凤梨皮去做的 凤梨皮去做的 这个纸张也不错 很细腻 还有用甘蔗 甘蔗皮 那我们最近啊 发现到我们那个美人腿啊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蔬菜啊 角白笋 角白笋 这个角白笋啊 也可以来做我们的纸张 做起来很细腻 这个很棒 这个台湾除了这个水果王 蔬菜 很多的我们专业人才 很高的智慧 都在研究这方面 那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废水 我们主张啊 那个废水没得牌啊 所以常常被罚钱 所以很多的老板 一直在思考 是不是 这个因为薄力 薄力的关系啊 很多都关门 这个也是将来的一个危机啦 大家有一个 这方面的一个 環保的观念一定要有 以外叫兼容 那除了这个 笔墨指燕 最重要的就是文正 对了 在我们那个墨调部分里面 我的好友啊 叫陈佳德 在三重啊 他有黄谷的这个墨调 现在已经老了 由他的 儿子来代替了 来接棒 那 那除了这个笔墨主愿以外 最重要就是文正 这是文正 又名叫正主 把纸张正住了 不给他弄跑 就是这一张 文正正主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我们一般都说这个是文正 这个是文正 小孩子这不是文正 这是我们鼻睡觉的枕头叫鼻枕 大家搞错了 这一点很重要 那当然过书籍都有卖这些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垫布 现在我们很好 我们市立大学有这个很好的毯子都已经弄好了 不怕弄脏 不要带来带去弄脏了 这是很棒的一个书法教授 这是有助费的 接下去就是鼻剪 当你鼻洗好的时候要保护它 回家以后把这个鼻洗好以后 各位心血的同学特别注意 要保护它 这个弄完以后这个要收起来 保护剪起来 这叫鼻剪 还有刚刚说这个垫布 你不要拿那个报纸放在下面写字 那报纸比较不会吸水 你用报纸去写字练字也不会练好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毯子 叫垫布 塑道毯 再来就是鼻剪 再来就是水滴 因为你要磨墨 所以要有一个水滴 再来就是我们鼻洗 当你写完以后 我们做鼻洗 当年我们书法教授里面有那个水龙头 就直接去那边洗 以前是在家里比较纹颜 就小小的 叫鼻洗 以上我讲的是文皇室堡活辅助工具 还有一个状况是 回到家以后鼻也洗好了 最好你有一个鼻架 把鼻全部吊起来 鼻架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鼻架 把鼻液都吊起来 这很重要 一个观念 第七个 我们学习的步骤 第一个是选铁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有的人根本不知道怎么选 所以你要一个好的老师 还有 先自修 把书法 眼镜时先看完 就跟你学那个琵琶 阻老中产试选 六瓶二十四项 先搞清楚了以后再去找老师 这点很重要 这个玄铁 那我们玄铁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 有一种叫描过的 这个都被修 有一种修板 修的时候都被描过 跟原来都差很多 还有黑黑的也被描过了 跟原来的字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得越清楚越危险 经过了 糖到现在 不会那么简单 又有风化作用 要了解这个东西 各位要注意 你最好你把字写完以后 你把你的字拓到石头上面去 然后呢 你再用丹 红色的丹 再上丹 上丹以后呢 因为它可以修饰 然后再磕 那磕一半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一个是还没有上丹前 一个上丹了 一个磕了 一个还要踏跌 你会发现到六道索西以后 字全不全非 还有一个叫百公之将 那个磕这样的水准到哪边 也会破坏你原来的字 所以在玄铁就要很高的智慧 所以有一个好老师 很有经验的老师 所以各位要找好老师 叫玄铁 第二个 读铁 那我们台湾大概教书法 也不会叫你去读铁啦 就写字嘛 写字课 它名字叫写字 其实书法才好 不要用写字 写字是代寇诗学 代寇诗学就是秘书 代书 所以我们那个什么 国语文竞赛 那个叫写字 那名称不好听 不知道谁起的我不知道 这很重要 书法 好 第二个 这个堵铁 那我们堵铁太重要了 因为有堵铁以后 你才知道来龙去吗 那各位 我们来看看 我们既然要进入 欧欧欧行的殿堂 这本坦素饭品 而且是你 google 九层宫李前鼻 你就非独不可了 你要知道 你来龙去摩咎 叫遷延 最重要的 所以这些很重要 我用忠元正义来练它 就是在九層公里面 他有一个旅前很甘甜的 叫梨 所作的一篇记录跟文章 这上面是什么 必俗教 这就是官弦 当官的官弦 鼓勒 鼓功 记录菌 无限制度 功就是菌族 菌的老大 行 它是自称语 因为它对的是房上 魏精 火 魏征 红楼殿 奉了房上的命令 我来写这篇文章 各位 我们九層公李贤明是谁的文章 是魏征 所以等一下会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拿这篇来看看 内容 一经官六年 就在这个我们征官六年的这个时候 明下之外 梦下就是初夏了 这个月之外 那既成载 这就是幻怨 无限制度 该会发生什么 而且 forts这个黄丘 枿下构 水草的仁舍公 那我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了解 原来这个九神公 这个由魏征来推荐 在这边的必死非常好 这是整修的意思 一方面写这篇文章 表现了魏征的才华 文藻以外呢 表示他建立这个养生之道 必死的好地方 还有讲一下唐代宗很简简 只是整修整建而已 这一点这是前年 原来我们 各位同学 这九神公 原来是前面是仁舍公 重新整修以后 在唐朝再重新命名 然后 这里面 后面 监 他有官还有奸 太子实 警令 不开人 这个事都是官显 行 我 幽庸行 红楼殿 红楼书 我欧阳行 说实话 皇上的命令 叫我来写 这篇九神公 李全民 好 那 产生的矛盾就在酥皮 这个 书皮是九层公李全民 欧阳行九层公李全民 所以这方面 如以现代来讲 会产生一个法律问题 一个是出版社 有两个人 一个是写文章 一个是写书法的 两个都要给 给 给认 认立 所以 这方面会发生 清潜的问题 所以这本书 真正的书名 应该要更正一下 九层公 李全民 把它改为 欧阳行书 魏征九层公 李全民 这就没事了 他有跟他打过招呼 同朝 这个 在朝为官 就是皇上的命令 现在来讲 那其实则是皇上 皇上也有事 叫非告数奶论 所以 这个法律的尝试 这一点 在今天 就是会有差距的 所以 这个大家 看到这一点的 笑一笑就好了 这以前当然 皇上一个命令 就什么都完成了 所以我们故宫的产物里面 这些 你会发现很多宝贝 不可能人做的 他就有三个字 叫魅九族 这个魅九族 这三个字 你不做出来 限多少时间 每天没做出来 大家就怕 我不要连累杂人 我做了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 这是一流的 不是人做的 全部换在故宫里面 那些都不得了的 这个 巨做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我们拿来了 刚刚也读了 读完帖以后呢 你就开始领帖了 开始我把这个字怎么样 就开始领了 领帖 领到哪边 读到哪边 因为你头脑 你没有读进去文章 你就知道下一个字是什么 这叫意在笔先 写字啊 叫连贯性要有 然后接下去 写了很久以后 叫背帖 你就把帖子要背起来 这本书就马上 我看了帖子丢掉了 表示你写很久很熟练 接下去叫自运 自运就 按照你脑袋瓜 所感觉到欧阳型什么东西呢 你直接就写字了 这就是脱胎了 脱胎 把东西抛到旁边 叫入手了 这后面叫创提 不得了 创提大概 五十年 四亿亿五千万 五十年才有一个创提的发现 五十年 这么好几亿人口 五十年才一个 有才华的人出现叫创提 就在那边宋徽宗啊 我们祖岁良写不好啊 写颠倒了 变成了塑菌体一样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各位好好加油 叫创提 但是现在有些书家 字都没谁好叫创提 叫创作 叫福稿啊 着落成书 巨墨鸭 就是黑黑一团 所以字要写清秀 俊秀 挺拔 神韵 气势 这些通通文雅 通通的 这才是正规军 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接下去 第八点就是 韵笔 笔封的认知 那我们一般教学生 写字要比比昌鸭 那是错的 我们先分开 笔封有几种 第一个 有中鸭 中鸭写字就是笔拿垂直 我们中鸭写字笔拿垂直就是中鸭 第二个 这个圆笔 中鸭写出来的字线条是 从中间的 叫圆笔 第二个 叫侧峰 就是笔拿写的 因为你现在所有的幻底里面 都是刀刻的 所以你在写它的时候 因为笔这个头是圆的 你如果是这样去写的话 你的字笔也是圆圆的 你不可能跟刀一样 如果你跟刀一样 表示你修饰过 作弊 你当过很久的评审 你都知道这个是偷描的 所以这种叫侧峰 侧峰写出来叫方笔 这叫有灵 有角叫方笔 第三个叫长峰 长峰是什么 就是把笔峰藏起来 把笔峰藏起来会绕一个圈圈 就是袁真轻 柳公轻 赵孟虎 所以这一类写字 在我们庞代里面 除了余世兰 欧阳巡 余世兰 楚穗良 这三个大家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袁真轻 跟柳公轻 但是这两位为什么不列字 第一个 因为用长峰写字 速度会比较慢 而且有两种事情发生 一个不是很胖就很瘦 所以柳公轻它瘦瘦了 因为它比跟我们 我们那个年代里面饭帖 只有一个高书大宗小卡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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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的高 书法的高书大宗小卡 还有一本叫《黄志源节临九成功》 那是很可笑的事情 黄志源是清朝人 去临九唐朝的人 你再去临黄志源 那就头口坏掉了 不如你就直接临唐朝 也比清朝的好吧 所以这个 观念跟选择很重要 然后在炎柳罩的中间里面 一般我们写字用这种长风的 常常用的人就是 我们以前叫师爷 现在叫主任秘书 书牙 师爷 还有管家 长管的 那些就是我们迪化街 迪化街的长管 这些人 还有开中药店 又拿笔开药单的 还有一个带你书写东西的 书状的 这种人 就是用炎柳罩 那 柳公钱这一部分 大家叫金书 叫剃骨那些 就是我们发育不良的意思 太瘦了 再来第二个 炎真心 因为长空写出来 字体比较肥胖 在我们历代书家 书法理论里面 平它为墨朱 很肥的样子 所以这些 适合去写招牌 A人看就看得很清楚 叫招牌 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因为大家 显米的观点 改变了 时代改变了 我们这个电脑 这个五眼佛界 我们的资讯特别的多 现在又有AIA 所以我们现在 眼界跟知识都爆炸了 也不会再看那个肥肥的字 要看很漂亮的字 所以我们现在的招牌 越来越漂亮 千变万化 这一点 就跟我们汽车一样 越来越多的变化 这一点 非常的重要 至于这一点 我们等一下 会详细来 书写的时候 会详细来介绍 我们中风 侧风 长风 再来 就是我们 写书法的知识 跟纸笔 以及用完 这个观念太重要了 这种字 一号公分 这个以下的 这种 以下的 这种字 那我们写字里面 叫枕丸 枕丸 是什么呢 就丸当枕头 写在上面 这是枕丸 就是这个枕丸 那我们 写了 三公分 五公分 到 八公分 这种中间里面的中楷 寸楷以上的话 叫提丸 丸提起来 还有刚刚 枕丸要注意 大家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 压下去以后 你就用力 就不对了 纸笔有物 这个是贴面 贴面来产生写字可以纵横 你不是压下去 我们就叫你 这个笔要拿紧 压下去 就完蛋了 定在这边 定在这边 这叫十笔 十丸 注意看 写个中 你的笔就倒掉了 写不好的字 因为你中要这样才可以拉 可以纵横 提案才可以 所以这个 这个枕丸是 不是整个压在上面 是贴面 薄薄的 第二个是提丸 提丸有一个特色 这可以滑动 丸提起来 这可以滑动 提丸 所以我们很多书家 有如王静之校说 他写那个 行书跟草书简直呢 我常常跟我的老师讲 先生你 你应该再做 因为 以前有一个王羲之 王献之 现在应该多一个三王 叫王静之 因为你的字 小孩太漂亮 他应该做一条墨 以前有两条墨 我本来跟他建议 不过他已经先世 现在有一点怀念他 让我们看看 执笔方法 就是第一个写小制裁 那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样 叫坐着 叫坐姿 坐姿坐的时候 这边 这边离这个东西 要离一点点 不要去碰到桌子 然后你左手 要按着这个纸张 你需要的部分 所以这一条 左手 是一条横线 你拿的 毛笔 是一条纵线 所以这叫纵横 那我们现在错误了 大家拿着脚光锅再写字 我告诉你 一辈子写不好字 就跟一个鸟 你把他放在鸟笼里面 放出去以后 那个鸟没办法生存 我们后面有表辈 叫延伸出现 画一条线在旁边 是三流表辈诗 厉害的表辈诗 旁边没发现 是白色要延伸出现 所以中黄鞋 在座的同学 有空的话 你也学习学习 才可以保护你的作品 这很重要的 第二个 就是荔枝 我们写字 两脚撑着 荔枝就把这个直接 拿笔的姿势 直接站起来 这叫站立写字的姿势 这还是纵横 所以大家说 哦 写字这样 你好厉害 我会站着写字 不是嘛 这是你站得姿势的问题 很重要一个关联 你很会写大字哦 不是这个意思 等一下我会解释 第二个贵字 日本人因为房子比较不大 他用榻榻米 他桌子垫的就很小 所以他用贵的写字 日本人贵着写字 所以日本人那种房子里面 所调的书法都不会很大 就是我们现在大概中堂 左右这种 不会很大 所以他有贵字 因为是民主习性 还有一个 这个纸笔很有意思 日本人前堂时到中国来 我们以前叫唐人超经 我们以前唐人超经 超那个小卡 都是闲碗的写小卡 他们练功夫 度日子 功夫都练得很好 日本人 我们写字 第一个叫 这个两根手足头勾起来 叫双钩 这一根就是翘翘板中间的那块石头 这后面的两根在后面 这是翘翘板链里 叫五足力气 五个手足头力量取权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纸笔观念 他们讲 里面要放一颗鸡蛋 一颗乒乓球 叫掌虚 太夸张了 以你为基准 纸笔会舒服为基准 那刚刚我们是一个坐姿 一个是蹄碗 那刚刚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碗要悬起来 叫悬碗 碗悬在空中写大字 这叫悬碗 来 写的委员去助理 各位同学 刚刚我们把基本上所有的书法 要学习书法的经过 包括我们做着纸笔法 都来跟各位同学来讲解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纸张的问题 纸张问题有两种 一种是在你平面写字 一种是黑板写字 平面写字直接往下渗透 叫利透纸笔 如果在平面写字 因为你用的墨枝 或是用这个黑板上面用的珠衣 它往下流 所以这一点是叫空墨 这不一样的心态跟写字 所以这一点纸张 对了 我们一般纸张这一种 这一种纸张叫毛边纸 因为最便宜最经济 所以我们出协者都是用这种纸 一张五毛钱 那我们先纸就一张 大概就是几十块 那用好一点的纸 一张是几百块 那我曾经用过最贵的纸 一张九千块 就跟我们做一件衣服一样 不舍 那个毛笔啊 现在一只都几百块 是吧 最好的笔 我去买一只笔的 差不多二十年前 好的笔一只三千六 现在那末条一条十万块 那宴台就更麻烦了 所以我的财产什么都没有 一辈子跟我名字一样 空空 但是剩了一个宴台 这个宴台 我们给学生来 要传达给学生 叫社宴 这是叫学生继续 在既往开来 在开课 叫社宴 这个都有关系 那我们上黑板 等一下要上黑板去写字 我们除了这个毛边比较便宜以外 宣纸还有棉纸 以外 再来就是这一种叫白宝纸 这是麻将纸 这是我们 书法老师在讲台上 很好用的一种纸张 等一下 我就用这些来讲解 我们欧阳巡的基本笔法 还有跟一些中风 刚刚我讲的中风 长风 侧风的比较 这一点很重要的观念 好 来用一点注意 注意 注意好不好 加热 各位 这种红色叫珠衣 珠沙的液体 弄成液体 我们看完这些以后 我们心里会很难过 连这个珠衣都日本人做的 我们刚刚买的墨汁 五组墨汁 日本人做的 那有时候心里会蛮难过的 还有这种墨香 也是五组做的 但是我们国内有一家叫熊师美食 那是我学生 他也在激励他 赶快再做这个墨汁 做好一点的墨汁 他已经有生产了 可以做更好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所谓比亚分开 第一个就是中红 中红就是比亚拿平的 所以出来的线条是圆的 这叫中红 这是中红 线条是直的 所以这是谁 写什么 写传书 写标准草书 写泰山金刚经 写朝前碑 这一类都可以用到 这一类的东西 还有我们写扇式盘 毛公顶 这一类都可以用到 还有石骨文 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个 这是属于圆笔部分 第二个叫方笔 什么叫方笔 方笔就是方 就是有灵有角叫方 那方笔很重要就是侧峰 侧峰的部分你写下去就笔拿斜写的 直接 这个写峰直接到这边 这就是写峰 这很重要就是写峰 当然更明显的就是我们 农门二十品这一类的 照相这一类的 很硬 这叫写峰 这个很硬的 这个叫写峰 有灵有角 那什么叫长峰呢 长峰就是把笔峰藏起来 所以旗笔已经在绕千千了 那以前我们常常这样写字 这是传统的 注意看 它是把这个 弄上去以后绕个千千 顿两下下 然后过来 这个过来以后 又拿起来又顿两下下再往下再收笔 就把笔峰藏起来 这种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就是把笔峰藏起来 再来是这个地方 竖画的话它又这样写 起来这边以后这个笔提到这边 笔再提起来 然后再把笔弄出去 这种叫沿流罩的系统 这叫长峰 再来一个叫游宜三折腰 游在游泳的三折腰 这种笔再提起来 然后再往外 所以这种字 写完以后你就被绑住了 你的心潮一定完蛋了 所以写这个东西 我小时候就受这个所害 我写了六年 因为我舅舅也是老师 每天脸盆一定要洗脸 上面放冰块 大桶垫冰箱的 结果呢 那时候就开始写这个 这个沿真卿的字 跟柳空前的字 所以我写了六年 改了六年 总共浪费的时候 因为你错误的时候 你要更正它 你六年 要六年零一天才能改掉 你肉洗 所以一开始不要 要找好老师 好工具不要写办 这点很重要 各位同学 我现在讲这些 大家可以了解 那我把这个 第一个 就是有灵有角的侧峰 再来就是圆笔的中峰 然后再来就是长峰 这一点 休息先七格 圆翻笔就七格 那不要每一个字都是 笔笔长峰是错的 记得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进入到 我们的 欧体 欧阳型的字体 第一个 就是从点化开始 那我们如果用长峰这个点 一定要这样绕一圈 然后从这边再出来 这个点 这就很难看 这个欧的点 它是因为跟别有一点关系 一开始就是点 直接下来 这个一次就完成了 这是点 那我们一般就是用这样去写字完蛋了 一次就完成了 没有在那边绕 那这个的前身 有中峰的 比较 叫旋胆 圆的 这个叫旋胆 胆旋在空中叫旋胆 那笔稍微拿错峰一次就完成了 所以在写碑跟 碑啊 碑书啊 跟我们写书法会有差距 因为它带用工具是用刀刻的 你这个是圆的 所以 我的老师啊 他在谈到我们两位大书家 沈颖墨沈先生啊 他在 在讲我们书法的时候 他说半生书笔不书刀 喜欢看墨基本啊 不喜欢看用刀刻的 所以王先生 你跟我常提起这一点 好 接下去是 第一个 这就是点 点完以后第二个叫柳叶 柳树的叶子 柳树的叶子 柳树的叶子叫柳叶 柳叶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比较有仓劲的 这个欧堤是仓劲的 一次完成 这个完了以后 就是有点产生线段 叫横化 在点产生横化之前 有一个有点产生的撇 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点 直接下去以后 欧堤的直接就是 这个撇就直接过来 这个叫短撇 这个短撇叫左 在那边 左啊 左啊 再来就是叫略 略就是 斜的直接过来叫略 略就是 略就是 飘过去 就是我们那个梳头发 那个 略 就是有一个飘动 这个角度跟我们一般写字有到不大一样 因为是刀科的 我们正规写字里面 这个是点都有这个 是这样 角度是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角度是在上面 欧的角度全部在上面 这个跟我们一般写字有区隔 所以 欧华你就要很小心 角度的问题 这一点完了以后 就进入到 我们的横画叫线段 当然 这边 什么写完了以后再提起来 再上去再下来 这是画画 所以以前 他是给你写这个东西 绕一圈以后 这再给你弄一个 有没有 这画图在中间 这都不对的 很重要的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部分叫线段 现在我们注意一下 油 点 点 点 产生了 这叫线段 直接过来 这叫线段 那我们写书法的时候 欧提是这里细 后面粗 所以这边 是细 后面加粗 这就是欧提一次完成 写书法的时候 欧提一次完成 没有经过的 没有经过那些绕道手续 没有经过那些绕道手续 这叫横画 那边 横画 好 横画的话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一般的横画很漂亮 那写字横画很漂亮 对不对 横画很漂亮 一次完成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欧提的 竖画 刚刚横啊 要重 重的话 我们一般写字是这样的 竖画 我们一般写字是这样的 这个直接过来 这个是竖画 欧提前面都比较细 前面都比较细 有没有 要注意啊 对不对 那我们以往写这个字 什么笔笔长 它一定要叫你这样 拿了以后 这个笔拿上来 又下来又上来 在那边画画 有没有 这个再弄起来 这都不对的 这 欧提的 注意 这上面也是细 然后 我们来接下去 所以 有了 刚刚的撇 撇了以后 短撇以后 再来就是那 它是两个人 是一体的 所以这个地方 是由这个尾巴 产生了 收笔啊 形段欲不断 产生的效果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那 那就是A A 布布摸缩的A 那我们 其实这个我们在永字八法里面早就写完 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试试看 哈 其实这个那 这个那 这个那 就是我们刚刚所写的这个柳叶的原生 因为不要写就写完了 这个那也写完了 这个那也写完了 那也写完了 所以写字不是单一 要用很大很锐利的观察力 来看这个书法 然后接下去是 这个叫静奴 静奴啊 又叫奴 上面很强劲的意思 这个强劲的静奴 强劲的意思是什么 就很强劲 强劲的意思是什么 就很强劲 强劲的 但是 我们在传统 教育之内 有一些书家 说这个叫垂露 是错的 这叫静奴 那里面 那接下去是垂露 垂露 什么叫垂露呢 垂露就是 从强劲去改变过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垂露就是一个树叶 一个树叶里面呢 掉下来 一个露枝状 露枝状是什么 叫垂露 垂下来的露枝 那有一点像什么呢 像我们男人戴的领带一样 就那种状况 所以写字要注意 这个很重要的 垂露 是来到这边 然后后面是急刹车 然后中间收笔 这个急刹车中间收笔 这叫垂露 这个叫垂露 这跟不大一样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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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某学院部分里 他们在讲课说 这个是垂露 这是错的 这叫静弩 这是树化的静弩 强劲的弓箭 弩 好 那接下去 这个 刚刚是急刹车 现在把它直接延伸 叫玄针 玄针 玄针就是行在空中的针 叫玄针 玄针很重要啊 然后 这个七格 垂露 玄针 这个是一个露状 这边这边 露 一个垂露 然后那边是针 这里是 玄针 玄起来 玄在空中的一条针 妈妈缝衣舞的针 这个是男人的领带 好像一个 掉下来的露珠状 这叫垂露 垂下来的露珠状 这个都懂了以后 是我们最困难的阶段 这困难的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钩 所以这个钩大家 刚刚所讲的这个地方 就在靠硬去 这是错的 那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小学生 写欧阳形 写不出来 怎么办 描 注意看啊 他把这个地方 写不好 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知道 停停停 在这边 在这边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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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得很好 有勾了 做壁 他不是用法 第二个 他又来了 然后拉到上面 再往下面补 这国民小学 写成长长这样补 从国中 国小都是这样 你写不出 不得法 书法计法 不知道 这很重要 其实 不是这样 这是我们人 有一个曲线 后面的背部 这个曲线 这一个臀部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踢的地方 也就是马拉杜娜 在踢足球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大家这个地方都不敢试 就是这个地方 从这里到这里 有一个弯度 到这里是臀部的部分 有一个弯度 然后再直接整个 这个弹上去 它分为三个阶段 是直接下来 然后这个阶段 直接弹上去 这才是正规 这才是正规 你如果方法队 全部一样 出来会全部一样 所以笔跟刀不一样 这注意 所以 当你在写这个的时候 你可以 拿更好的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 比较细 比较细 没有那么 像刚刚那么长 就这样 这个来写O 就万无一失 那我们来看看 那我们来看看 一般写书法的 永住八华 跟O会有区别 那我们看看一般的 再转到 活用性的O 的部分 来我们来看看 一般的梳华 是这样 技术 的 一般 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 这是我们一般写出来的书法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 有的卖书的书籍上面 把那个永珠八华这里连在一起是错的 这个连在一起是木质旁用的 这是水质旁 所以这个如果把这个连在一起 它就是外行的意思 马上就很清楚 这里要有一个间隔离开 那我们从这边再进入到欧体 因为欧体的点化跟这个都不一样 对不对 跟我们一般写字不大一样 所以你就要欧体来写它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感到这边的颜色 现在我们来看再联络一下 这个颜色就会这样 所以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边的颜色 然后我们还给我们一种颜色 做到这个颜色的颜色 那這個跟上面是微微有差別的 因為起頭都不一樣 那懂我意思嗎 勾的地方用法也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最基本的基本功 一直到永治巴法 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給我們第一節課新的學員 這個全盤性的觀念跟基礎 都有一個教學 希望在座的所有的學員 或是線上的學員 能夠好好的把這個 我們傳統的國粹寫好 我們首先來看看 我們剛剛回顧一下 直接從書竅子木志明 拿到由王羲之的這個勾 剃 然後進入到這個階段 那講到這個階段 我們應該再附送一下 在漢義的部分 因為沒有剃 沒有勾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直線 它把熬子的直一定是這樣弄 有一個叫環穎 沒有那個勾 就是用環穎 所以這個地方 那個時候沒有這個地方 這個我們到王羲之的時候 多了這個勾 那時候環穎比較多 所以我們回顧一下 回顧一下 然後接下去一直到牧住民 私孝池以後 我們再用私孝池 牧住民 它比較細的風格 一直到粗塘 這個歐陽型 因為歐陽型 長得不高 長得胖胖的不高 其貌不扬 可是這個字啊 古人講 書哄其人 這一點有一點顛覆 它什麼字都寫得很好 但是那個 一個鐵子 這麼漂亮的鐵子 那個 把我那個 我的名字 我那個全字 把我寫這麼醜 就是我對它 有一點不諒解 所以隔空 希望他聽到我講這個句話 我把它再補漂亮一點 這個錢 你全民的錢 是我的名字 這個錢太好用了 清錢時尚流 那個錢啊 思潮如泉湧 這個錢 太重要太雅了 希望他 如果他在的話 我請他喝茶 把這個再更正一下 這一點很重要 然後你看看 我們講到了 是這個水潮的人壽工 對不對 剛好有這些字可以用 然後由這邊來 就比較 我們看看 思潮池比較 各位同學要注意 思潮池比較細一點 到了欧陽型比較粗一點 而且比較長 因為歷史是充嚴的 以前是不規則的 一直到 這個旱立的時候已經扁掉 對不對 到了經未進到堂 租又開始藏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由這個地方復古傳以後 我們又看到 清朝三大家 趙之千 這個這個這個 吳浪之啊 吳錫仔 他們呢 跟我們那個鄧淑池啊 他們寫的字就復古傳 有沒有看到 寫歷書啊 寫這些東西 後來你會發現到 未來的字是扁的 我們的仿綜體是長的 對不對 不規則到扁的到長的 又會復古又會回到扁的 所以我一直在思潮 我的傳書又把它變成扁的 懂嗎 這未來的局勢 這書封叫丁體啦 我們來看這邊 然後這個人壽光比較 這個比較粗 這個比較細 各位同學注意 還有 你們現在目前可以買到的書 就是 大陸現在出版的這種書 很便宜啦 因為它紙張比我們 這個紙獎的材料比我們多啦 我們 那最重要一點就是 這一本書太重要了 大陸書籍這一本書到前幾啊 裡面十幾冊 這裡面的版本比較好啦 那至於這一種 另外大眾書籍的 有的都描過啦 尤其慧鳳堂那邊 那邊也都描過啦 所以 記得喔 不是什麼有看不清紙就是不好的鐵啦 被人家描過你在看還是不好 那肉錫啦 所以要很用心啦 學書我還要一點用心啦 那這邊最多的是千字紋 它已經極致極好了 這楷書的啦 然後一直到我們這邊 我們剛剛回顧一下我們剛才講 筆墨子宴 這個台灣只有一個 左水溪的宴台最好 叫羅西宴 這個左水溪啦 那裡面有一個姓董的 叫董家班的 他們專門在柯 柯這些 那我們 台南府城啊 除了秀才以後要去福建啊 就考那個舉人啊 推舉之人叫舉人啊 那一定要自己憋個東西去啊 做個船 上面那個煙桃就是左水溪啦 我們來看看筆墨子宴 那我們的墨很可憐 現在未來可能最缺少的是墨 那用墨汁 有人在揮毫 用墨汁現場揮毫 不要拿 拿回去以後你要表備啊 浪費金錢跟東西會壞掉 記得啊 有人現場揮毫不要拿 用墨汁血液通通不拿 不會長 不會流久 再來就是 這個筆 好筆越來越少啦 所以這個筆脫工減掉 這個筆的毛啊 這個筆啊 新毛都脫了 因為那個有的老闆啊 價格不變啊 都已經那個 那紙張 你要好好選紙 在宴堂 就是我們做西宴 接下來這個東西裡面 進入到買這個東西 你就 鞋子買到了 馬上趕快選好了 就要去看它的內容 這一點是我們以前弊病都是要寫的 要讀啊 讀它 後面一段 是下一期要教的 才是篇文開始最精彩的 一句一句一句啊 上面寫個 冠山控電 節奏為德 太棒的文章 一句一句就對上了 那我們現在今天第一節課初期 我們把這些概念 獨鐵 然後背鐵 零鐵 這一些觀念以後叫住院 現在初期者要把這些基礎筆法通通寫好 這是我今天來上第一節課 來跟各位做的共勉之 這一點非常重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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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